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白票乐玩家 我们继续将学习Cakewalk的使用设置 首先来说一下在这一边的话 我们把我们的鼠标移动到这个上下的这个部分的话 这一上面的话它是有这个波形的对吧 我们挪到这个区域之后的话 就可以进行轨道之间的移动了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音轨2挪到上面 音轨1挪到下面 基本上在这样的操作逻辑下 就可以去移动我们的音轨了 然后另外的话 这边的话是轨道名称 想要叫啥就叫啥 不耽误你叫啥 Mute 静音 决例子 我在这边的话 现在再录音 123123123 随便录了一点点的内容 然后我们不放 123123123 这是我录的内容 然后另外呢 如果说我们有需要静音的需求的话 就直接把这边点击Mute 我们可以看到到我说话它就没声了 听不着了对吧 然后读揍呢 决例子 然后我们把这段声音给它拆分开 拆分开的话 然后先给它拆分了 拆分开 S的话是进行拆分 拆分完了之后的话 现在分为上下两段吧 然后上下两段的话是不同的内容 然后我们调整一下 移动到前面 现在的这个内容的话是 这边的轨道是123123啊 听一下 123123 听到了吧 12312 然后后边的话3 隔后边了 然后我们现在正常播放的话是这样 如果说我们有需要读揍的 就这样 3123 听到了吧 下边的这个部分的话是没有的 正常的情况下 3123123 正常的话下边的话是有的 然后我们在这边的话 还有一个录音激活 就告诉这个轨道 哎我要在这个轨道上面录音 然后你要帮我去录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是它的监听开启 就是直接开启你的软电监听 假设如果说你去用一些带有AN SO功能的深卡的话 我们直接可以开启它的软电监听 正常来讲的话 在这边的编辑的话 是显示的是剪辑 如果说你有需要切换到其他的 这边的话是音频顺便点 这个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不太需要去用到的 然后如果说我们有需要自动控制的 可以去画声像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在上面画声像 画完了之后我们可以听一下 123123 你可以听到左右声道上面的话是有变化的 对吧 然后另外的话还有其他的 有音量 还有其他等一些自动控制的 可以直接在这个波形上面去画 如果说你有需求的话 你也同样可以去在底下去进行绘制 绘制的话 方式就是这样 然后这边的话是添加我们效果器的地方 但是你要默认一个问题 就是他所有的效果器都是pre的 就是在推子之前的并不是post推子之后的 这个关于推子前和推子之后的 两者之间的区别的话 建议你去进行学习一下 然后说直白一点吧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推子看作为一个效果器 如果是推子前的话 就是说在这个推子之前放置我们的效果器 如果说有需要推子后的话 就是在我们那个推子之后去放置效果器 说白了推子前和推子后的两者之间的区别的话 就是在于这个推子嘛 如果说你有推子的音量上面的调整的话 推子前和推子后的话 是有一定的不同 是对音量的不同的调整 这个你要清楚 然后就是这样的变化 然后另外的话 这边的话是二 二的话代表的是 就是直接我们可以去录制一些关于 automation的操作 就是关于一些自动控制的一些操作 就是可以去进行一定的写入 这边的话 write的话 这是我们直接开启 我们录制那个自动控制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 把这个录音激活的部分给它关掉 然后往上面的话随便挂一个效果器吧 就是采用著名的这个滴滴的EQ就可以了 就是DIDAC DIDAC他们家的DDQ 然后随便去调整一下内容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现在的话就直接走去 123123123 123 看到了吧 直接在这边开启我们的write之后写入 在这边的话就已经记录好了这边的材数 我们可以看了一下 23123123 看到了吧 我刚才如何去操作的这个效果器 它都已经记录好了 然后直接这边R的话如果关闭呢 你要注意看到3123123 这边的话有冻结轨道 冻结轨道就不用多说了 这边的话是存档开启或者是关闭 如果说你对你的存档这个功能给它打开了之后 这三个功能呢 它就它就不起作用了 它就是只负责读取我们这个轨道上面的这个操作 然后在这边的话调整的是输入还有输出啊 这边调整的是输入 如果说你有对应的通道的话 那你就可以去选择对应的通道输入 如果说你有输出的话 那么就建议你android android加上二键吧 对这个是调数它的调研台 然后调数天台在这边去进行调整你的输入还有输出 反正这边是可以调整输入的部分 这边是可以调整到输出 我们可以输出到master轨道 或者是输出到这个motronome 然后还有preview预览轨道 这个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进行调整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差值立体声一般也不用 相位的话是可以反装我们的相位 这边是声音是偏左的 这边声音是偏右的 这个如果说你做一些分轨会音的话 会把这段声音去进行调整和摆位 另外的话我们是可以通过在这边的方式去进行调整我们的推子前还是推子后 当然针对的是这个效果器啊 这是我们这边的调整 然后同样轨道的名称的话 是可以在音轨这边去进行更改 中文字幕的主要和音乐 中文字幕的组织